嗨 大家好 我是老外爸爸Steven 嗨 我是季方 今天我們很高興要跟你們分享 這個是第二個Q&A 浪漫三部Q&A 我們去年六月份的時候有拍一個Q&A 然後看到很多人的問題 還有看到你們的表演 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 然後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還有一些問題想要回答 我們希望這些分享會鼓勵你們 你預備好了嗎 好了 好 親愛的 我們第一個問題 我們上個禮拜拍一個影片是 Baby回家了 現在我們家裡有七個女兒 要不我們先分享一下 家裡有七個女兒的生活怎麼樣 非常的忙碌 又進入了 我又再一次進入餵寶寶的schedule 作息 所以常常會花蠻長時間在餵寶寶跟照顧寶寶 對 對 這個就是baby mode 我們要去餵奶 我們要換尿布 對 對 換句話說 孩子很期待什麼 每一個女兒 每一個女兒都非常期待可以 在中間的空檔可以抱baby 對 可以抱Sophia Sophia 有很多姐姐想要抱她 所以很多的愛 辛苦你了 你的月子做完了 做完了 做得很好 這次的經驗怎麼樣 有請一個月嫂來家裡幫忙 然後幫的讓我可以很好的休息 恭喜你了 你做月子很乖 有沒有完全百分之百 按照台灣的一些傳統做月子 呃 該有的都有了 對 哈哈 講到這裡就好 這樣就好 對對 OK 你好乖 好乖 我的原生家庭是七個兄弟 那現在我們有七個女兒是完全相反的 覺得這個經驗真的很 很奇妙 完全不一樣了 女生的世界跟男生的世界不一樣 不一樣 我們男生小時候的互動就是很多特效 我們會用我們的手 來表達我們對弟弟的愛 不是很嚴肅的那種打 是大家都小兮兮的打 然後把媽媽收夠了 把我們送去外面 那女生的話 呃 女生的話 不一樣 女生情感上面比較細膩 所以有的時候他們 講話還是 玩的時候都很開心 嗯 可是如果感覺心裡面有點受傷的話 就要好好的溝通 溝通 嗯 學習彼此饒恕 男生不一樣我們就打一打 然後覺得對方打回來也打得還不錯 就會開始尊重這個人就覺得 不錯 不錯不錯 尊重 不過 家庭的環境 我們小時候的玩具都是槍 啊 啊 army man 嗯 blocks 就是很刺激的東西 那女生很多是公主的東西 對 裙子 娃娃 我們的女生會穿著很美麗的衣服 在家裡工作 嗯 穿著很漂亮的圍裙 很長裙 然後帶著一個頭巾 很像那個仙度瑞拉一樣打扮 是 然後看到他們覺得 哇他們很可愛 所以他們要什麼東西就會來問我 爸爸我可以喝多點果汁嗎 我可以吃糖果嗎 還是什麼東西 啊 我看到他們嚴重 我一定會輸了 我就要叫他們去問媽媽 哈哈 對不對 對 爸爸什麼都說好 所以問爸爸都不准 他們真的很可愛 很可愛 所以男生跟女生的世界完全不一樣 不過都非常好 有很多人問我們是不是為了生一個兒子而生呢 那麼多 那上一影片裡面我們已經分享過 聖經的教導就是 孩子是上帝給的祝福 不是一個負擔 所以不是為了生兒子 有人問我們是不是魔王教徒 天主教徒 我們不是 我們是一般的相信聖經的基督徒 對 所以不一定要生兒子 如果上帝給也很高興 如果再給一個女兒也很高興 對 凡是小孩都高興 對 生命真的很寶貴 對 家裡有嬰兒很幸福 對 然後有一些人就說 等到你們大了 你們的日子會很好 沒錯 不過我要提醒自己 雖然現在比較忙碌 比較累 不用等到孩子都大了 我們才幸福 現在就是學習珍惜 每天 in the battle 每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時候 學習珍惜 在一起的時間 然後學習 好的溝通 然後把握機會 教導孩子 愛他們 鼓勵他們 不過將來我們應該也會很幸福 是對了 沒錯 現在就在餐桌上 整個餐桌都快要滿的感覺 就 每一天都在吃年夜飯的概念 yes 每一天都很多人團圓 對 很開心 很熱鬧 對 現在已經有大的女人們開始搶著在廚房 做各式各樣的東西 所以你 你快退休了 快了耶 真的 他們煮菜也滿好 很好吃 是的 那請問孩子都 嫁出去之後 你還是會 煮好吃的東西給我吃嗎 當然啊 如果 只是那個分量要減少很多 現在是煮給八、九個人吃 將來煮給你一個人吃 yes 我跟你講秘訣 你就煮泰國green curry Dugatti 還是 辣 還是一些摩西哥菜 哦 對 基本上你的家常菜 然後我就可以每天吃leftovers 你煮一次 一周 然後一大鍋 我就可以每天吃 你不用那麼累 好不好 好啊 下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要自學 很多人問孩子不會上正規教育 所以我們的家庭 我們結婚前已經討論過 我們說要試試看在家自學 對 那一方面 因為我們是雙語家庭 所以我們覺得在家自學 我們可以用兩個語言教我們的孩子 對 這個是很大的原因之一 還有我們要教導孩子信仰 我們是基督徒 想要教導他們神的話語 然後第三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想要教我們的孩子 現在世界很不穩定 你看就光一個疫情 還是現在有打仗的威脅 還是未來的AI 很多不能預測的一些情況會發生 那我們的小孩子就沒有辦法在不穩定的世界裡面生存 找機會俯視別人 自己當老闆 還是看看有什麼需要 然後透過自學 我們可以讓孩子發揮他們的潛能 他們的一些興趣 然後我們不會教的部分 我們可以請老師 其他的老師 通過網路還是帶孩子去教室去學習 因為一般上體制內的話 很多很多時間在上學 然後回家又要寫功課 那自學的話有多的時間可以 學自己喜歡有興趣的事情 比如說我大女兒很喜歡寫作 她就可以花一些時間坐下來寫一些故事 還是我二女兒喜歡不一樣的東西 OK 下一個問題 所以親愛的比較嚴肅一點 什麼 我們會不會吵架 我們兩個 我們會吵架嗎 當然會 通常都是我找她吵 我比較熱情 不是 我比較火爆 沒錯 我們會吵架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大罪人 我是我們家庭最大的罪人 住在一個屋頂底下 你要跟一個另外一個罪人 學習分享那個環境 然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期待 我們往這邊走 好 一定會發生衝突 如果沒有衝突的話 可能在一起的時間不夠 還是談的事情不夠重要 不夠細 一定會吵架 我們看到大家留言說 你們的家庭好棒 好完美 小孩好乖 孩子很乖 對 其實這些影片 都是緊接過的 所以在那個緊接影片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我們兩個在溝通 還是孩子中間也在溝通的 一些地方有檢調 我們不完美 我們非常不完美的一個家庭 透過這些影片 我們不是要給你們看我們 多麼棒 多麼完美 我們是要鼓勵你們 好好地享受家庭的時間 鼓勵爸爸們 好好地帶領家庭 愛妻子 跟孩子有互動 鼓勵媽媽們 願意生小孩 然後享受家庭的時間 對 享受跟孩子在一起 對 對 我們現在在上波 有點 有點顛簸 所以我們會吵架 我們非常不完美 不過我們跟隨一個完美的神 創造這個宇宙的上帝 祂很黏命我們 也赦免我們的罪 祂給我們盼望 每天 就算我們在家庭有一些衝突 溝通不順的時候 還是有人犯了罪 需要別人的饒恕 因為我們知道神賢赦免我們的罪 我們要學習赦免別人的罪 有一個聖經的經文說 不要寒怒到日落 就是如果說我們兩個有一個事情沒有談好的話 原則上是會一直會溝通 然後比較不會說一個人就說 我很累我不跟你溝通了我要去睡覺 可能就會我們會一直談 談到好了才可以去睡覺 不過真的很晚的時候 那個要去睡覺的那個食堂真的很大 可是通常就會說還沒有談完不能睡 睡覺醒來就會發酵事情會變更大 所以比較安全的狀況是談完了再睡 Yes 沒錯 OK 這個是一個原則 談到的原則 以前饒恕過 以前溝通過饒恕過的事情 就這樣不要翻出來再講 對 因為你已經原諒過的 所以不要再提 不要提到對方的家人 因為這個不會幫助情況 一定問題平常是跟對方 而不是跟對方的家人有關係 如果對方的家人造成一些衝突 那也許是對方需要幫忙劃界線 跟家人劃界線等等 不過講到對方的家人沒有幫助 不要講對方家人的任何的壞話 那個都是你的另一半的成長的一部分 所以講到他家人任何的不好 其實就是在攻擊你的另一半 Yes 再來是不要人身攻擊 So 生氣的時候容易講出一些很傷害人家的話 So 嘴巴最好是 如果你沒有正面的話 還是可以造就人的話 就嘴巴逼起來 So 都要學起原諒 說對不起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社會 很多很有名的藝人 還是那個就是億萬富翁 今年來很有名的家庭 有禮婚 看到我們大家都很失望 很嚇一跳 不過都是有原因的 無論你多麼有名 你的家庭不一定是充滿愛 So 家庭真的很重要 這個跟錢沒有關係 父母就是常常為了供應孩子的物質需要 反而把很多的大量時間放在 放在賺錢上面 可是孩子在愛上面很貧窮 那如果父母斟酌一下 讓孩子在物質上面比較 也不是缺乏就是夠用就好 可是在愛上面很富有 我覺得是更重要的 Yeah 把你的心交給他們 那是最重要的 下一個問題 有一些人問 Hey Steven 你們家看起來蠻窮的 還是沒有很多錢 看你們的車子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請你在留言的地方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要我拍一個 關於我們家庭經濟的一個影片 搞不好這幾個禮拜我可以拍一個 類似的影片給大家看 會很精彩 對 他一個人賺錢 我自從結婚以後就沒有再賺錢 然後一個人賺錢怎麼樣 兩個三個四個五六七八九個 Yes 還有在美國還有在台灣 對 都有經驗 So 敬請期待 很多人問我們關於孩子 有沒有用到科技這個問題 有沒有看電視有沒有玩遊戲 對 還是有沒有手機 所以答案是我們的小孩沒有手機 沒有人有手機 然後我們家 我有手機他有電腦 然後小孩如果要用的話 他們就是可以來問我們 然後就可以 在有父母監督的情況底下使用 是 原則是小孩子越大 越晚接觸到科技越好 因為很小的時候 他們很難自我控制 因為科技的力量吸引力真的很強 我們聽一些長輩 我們在美國一些認識的教會的朋友 孩子已經大了 他們跟我們分享說 如果他們可以再來一次 會讓孩子比較晚接觸到科技 因為看到這個科技跟媒體影響孩子 這個影響力真的很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吸引力 會成癮的可能性真的很高 對 它是一個很強的工具 是中立的 不過平常透過社交媒體 社群媒體 所以孩子會成癮還是 一下子無聊的時候會打開手機 一直滑手機 然後不跟家人有互動 還是會躲在房間裡面 還是家庭旅遊的時候 也都一直在滑手機 沒有享受到他們的旅遊 科技產品是一個工具 可是如果它佔據了你全部的時間 生活就會 對於一個孩子來講 有點太 他沒有辦法負荷這個情況 所以比較小的小孩 我們就讓他們無聊就會發生 就會有創意 然後比較大的小孩 如果他們要一個食譜 還是要一些資訊 他們就問我們 然後就是去看兩個影片 然後就要去真實的做 對 要聽跟做 而不是全部都聽聽聽聽聽 然後完全沒有應用 對 現在很多教育的問題是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聽 我們一直在學習 不過孩子沒有應用 所以頭腦變得很大 不過技術 生活技術技巧不多 然後出社會的時候 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我們的 knowledge 都是 book knowledge 書裡面的資訊 而不是生活的一些經驗 比如說 有些人要學習打掃 那怎麼掃廁所呢 就上網看一個 YouTube 人家怎麼掃廁所 然後就說 好 我們有這些材料 然後大家練習去掃廁所 就把剛剛學會的就可以執行 然後就會看到成果 就很有成就感 對 他們會用電腦 我們家電視是接著一個 DVD player 所以沒有接第四台 cable TV 偶爾會看 不過都是有過濾過的電影 我們才會給孩子看 我們不會說好 然後遙控器給你 然後你自己選 你要的東西 所以要保護現在的 就算是很大的平台 Netflix Disney上面還有一些 道德上很有趣的一些節目 開始出來了 所以要保護孩子 有一些 就算是卡通 有時候會突然出現一個巫婆 還是一個巫師 他們的眼睛都會發紅 發綠 發紫 那個其實對一些小小朋友來講 也蠻可怕的 所以 我都要看過還是馬上轉台 還是什麼 他們有時候會做噩夢 所以 有些父母 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下一個問題 好 很多人問你們的小孩的社交 會不會有問題 就是知學家庭最常被問的問題 講到剛剛的那個媒體 很多的人 只有在社群軟體上交朋友 其實那個朋友 也不一定是真的很熟的朋友 我們的小孩 有一個部分的他們是 他們有鼻友 所以他們非常的喜歡透過文字 寫信給美國台灣的一些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寄信收信 那鼻友是一個部分 對 教會是另外一個 一個很固定的機會 所以 盡量 禮拜天去教會的時候 讓小孩子可以接觸到別的家庭 很多人 就怕孩子沒有很多他同年齡的人 的朋友 我可能會問幾個問題 比如說 你覺得 現在的教育 年齡隔離 每個小孩周圍都是跟他同年齡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 在一個教室裡面 坐著一整天 然後 老師上課的時候 其實小孩子沒有辦法跟他好的 跟周圍的人溝通聊天 都是聽老師的話 下課的時候 如果你去錄一下 青少年高中學生在講的話 你覺得你會聽到什麼樣的話題 那些話是不是造就人的話題 然後 學生畢業之後 你覺得現在的高中學生 你認識的高中學生 他們的EQ 他們的socialization skills 能不能跟不同年齡的人 小朋友 比他小的 還是比他大的人 他能不能跟他們溝通 我們自學家庭的爸爸媽媽 要主動去找很多機會 讓孩子可以認識不同年齡的人 然後 學習什麼 溝通的時候 一些基本的技巧 比如說 看眼睛 講話 很多 你會發現很多小孩子 跟別人講話的時候 根本不看眼睛 對不對 所以要看眼睛 對 講話要清楚 口齒要清楚 對不對 然後 大人跟他講話一定要回答 對 很多就是 很害羞就不敢回答 對 接待客人 還是來我們家的人 你有提到我們家庭 常常招待別人 這個hospitality 也是一個很好的 讓孩子有socialization 這個機會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的小孩很會 照顧 來到我們家裡的客人 然後 會照顧小的 然後 童年齡的會邀請 主動邀請他們 來玩 board game 桌遊 還是出去草地上 還是去生活 燒東西 玩火 然後 然後 年長的 他們也會問說 有沒有什麼要幫忙的 還是 還是像我爸媽 還是阿公阿嬤背的 他們會去主動關心 然後問他們一些問題 阿公阿嬤有沒有睡好 最近身體好不好 對 什麼的 阿公可不可以畫畫給我們看 還是讀書給我們聽 別的家庭來我們家的時候 爸爸媽媽 吃完飯的時候 我們會叫孩子 大的孩子去 修 修他們的餐盤 對 把餐桌清乾淨 讓大家可以有舒服的地方 聊天 對 這個就是 學習服侍 別人不同年齡的人 我覺得這種 社交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你的孩子會不會 打一些電話 叫瓦斯 貝貝來送一通瓦斯 還是 會不會去 你們去餐廳的時候 孩子會不會去 跟老闆 點餐 結帳 還是你們在逛街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鼓勵孩子去跟陌生人 有很好的很健康的互動 這個是非常好的社交 所以 那個社交可能 不是學校的那一方面 可是一般的社會的狀況 請他們去買菜啊 去點餐啊 去 訂機資料 跟 路邊的人 問一些問題 都沒有問題 對 所以 我會鼓勵每一位爸爸媽媽 不要覺得 因為孩子去學校 所以社交這一塊很OK 其實很多孩子是 不會溝通 他們一碰到一個學校裡面的 Bully 還是 不是很有善的人 他們講話很負面 還是攻擊他們的時候 你的孩子怎麼面對這種情況 你們可以幫助他學習 怎麼面對這種人 然後怎麼跟他溝通 對 所以結論是社交不是在學校學的 社交應該要從家庭開始 對 父母怎麼吵架怎麼和好 父母怎麼彼此饒恕 對 然後當別人做事情冒犯你的時候 你要怎麼表達 用好的態度表達 這個都是家庭要教的 對 最後幾個問題我們就結束了 未來會不會去美國 我從2000年到現在2022年 這22年來 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台灣 所以我已經住台灣快要20年 那我現在已經40歲 你看我的鬍子已經開始白了 我很多頭髮開始少了 我開始老了 簡單的回答 我們的確有一天會搬回去美國 我們去年已經開始幫我太太申請簽證 不過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那個過程比較慢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會去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 一方面我想家了 像我的家人 我爸爸媽媽開始年紀大了 然後有一個兄弟 今年的癌症 一部分是想家人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希望我們的孩子 也可以習慣一下住美國的生活 他們的童年都在台灣 對 他們真的很愛台灣 有幾個說不想要回去 對 講到就會開始哭 我覺得當國際家庭的一個困難 最難過的部分就是 你兩邊不同的地方有你的家人 所以你的心很想要跟你的家人在一起 不過如果你的雙方家庭都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靠近一個 那就另外一個家庭很少看到 所以想辦法在中間找個平衡 不過我們在台灣也住了十幾年了 對 從結婚開始的話 所以 對 所以遲早會搬回去美國 我不知道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們會繼續在美國拍影片 老外爸爸這個頻道會繼續 所以不用擔心 我們就會環境改變一下 然後開始分享我們在美國的生活 包括我在美國的家人 美國的環境 很多很好玩的東西 其實現在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那是我的地盆 不擔心它的地方 所以 以後 敬請期待 我們會拍一些美國的影片 不是一些 是很多很多 有人問孩子怎麼學英文 簡單的鼓勵 台灣還有國外的爸爸媽媽 如果你的孩子在學英文 因為孩子在學校裡面會 背很多單字 會學羅文法 很多時候是為了考試而學的 所以孩子 已經開始對英文有一種壓力 排斥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話 會鼓勵你 透過孩子比較有興趣的東西 可以幫助他們 鼓勵他們接觸到更多的英文 透過音樂 還是電影 好的電影 好的有聲書 如果請夠的話 可以請英文家教來到家裡 跟孩子用英文互動 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你的角色比較是鼓勵孩子 不要怕英文 所以 學校會負責考試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 純粹就鼓勵孩子說 英文是一個工具 當然要先把你自己的母語學好 不要忽略你自己的母語 如果你的孩子的中文 沒怎麼樣 然後一直強調英文 英文英文 還是我覺得先把最重要的學好 英文就是另外一個工具 也許可以幫助他們長大的時候 有更多工作還是旅遊的一些機會 還是認識國外的朋友 很多資源也是英文的 不過如果孩子沒有學好 不要給他們壓力 所以最重要的是 家庭裡面有愛 爸爸媽媽無條件的 愛更近讓孩子 有一些孩子 對語言沒有很多天分 他們就很吃虧很難過 壓力很大 要跟他們說我愛你 對 有很多的人問說 可不可以多拍一點 有關小孩的影片 然後 還是我跟小孩 分享一些東西的影片 那我們在考慮 要不要開一個副頻道 所以要問看看你們覺得 如何 如果有一個副頻道的話 你們會不會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留言 對 我們主要開這個老爸爸的頻道 一開始是比較針對爸爸們 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想要保護我們孩子的隱私 不想要強迫他們 一定要加入我的每個影片 因為那個壓力很大 每次我們拍影片的時候 會問孩子 你有沒有參與這個影片 如果有一些比較大的孩子 想要拍比較多的影片 他們有興趣的話 也許另外一個副頻道 會給他們機會 不過我們還是很看重 小孩子的隱私 然後 會非常的小心 不過如果有另外一個頻道 是比較針對 女生生活 媽媽 女兒的生活 有很多的主題可以分享 也許我會負責媒體的那個部分 不過我不用常常出現 要非常感謝每一位觀眾 謝謝你們常常留言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回答每一個人的留言 我們都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的留言沒有看到 我們回答你的話 請你多多見諒 因為很多人會看 很多人會留言 如果我們花時間回答每一個人 我們就沒有時間拍更多的影片 如果我們真的有看到 然後我們非常感謝你們的鼓勵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問題 也許我們下一次可以拍一個Q&A3 我是老爸爸Steven 我是季方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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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